欢迎收看新主播点新闻,我是美珍 沙拉月就是不一样 沙总理拿多巴丁一阿邦佐哈利表示 古近新邦迪卡路将会有一座新建的清真寺 并在周五祈祷步道时使用英语来进行 他说,不久会在新兴购物广场临近新建新清真寺 现在那里已有一座清真寺 当局会重新发展现有清真寺 并且已经征用旁边土地进行扩建用途 阿邦佐哈利表示 当局会要求伊斯兰宗教局在新清真寺进行周五祈祷时使用英语来进行 如此一来就能让民众了解步道内容 尤其是那些不会说流利国语,却会说英语的非无语穆斯林 阿邦佐哈利说,这与新加坡乌捷路的阿尔法拉清真寺相似 在向民众步道时采用英语来进行 换个焦点 网贷筹措资金周转,女商人聚入还债深渊遭恐吓 杀人联党公共投诉局主任福祥威今天在党总部会议室 连同受害者夫妻召开新闻发布会 根据你受害者讲述,因受到冠病疫情冲击 所经营的生意面对财务压力 并在今年五月通过脸书接触到网络贷款 希望可以借贷2万令吉进行生意上的资金周转 他说,当时对方以首次贷款为由 只批准2000令吉贷款,并被要求每星期偿还600令吉利息 基于对方不允许受害者一次性还清借款 导致他每星期得继续偿还利息直到无法承受 随后就有其他的网贷公司通过不一样的手机号码 向女市主提供金额不一的借贷 从数百令吉到上千令吉不等 导致面对越滚越大的债务 最终先后向32组网贷公司贷款 女受害者的先生也在新闻发布会补充 在停止偿还贷款后 便不断受到追债人的威胁和恐吓 除了在网上指他的妻子欠钱不还 甚至取得妻子手机上的通讯人记录 在开群聊把家人、朋友、甚至孩子的老师们加入群里 发布妻子欠钱不还的讯息 导致一家人面对很大压力 个人及生意、名誉受损 因为无法继续承受这般压力 夫妻二人在本月18号布上警局报案 并把手头上掌握到的资料转交给警方 要求警方展开调查 最后来看另一宗诈骗案新闻 失屋一名华裔商人网购汽车 因贪便宜被老千骗走34,160令吉 36岁的市主报案称 他在本月14号早上11点40分 在脸书上看到一则卖汽车的广告 对一辆丰田汽车感兴趣 在联络广告中的华裔代理员了解详情后 有意购买标价19,450令吉的丰田轿车 该款车子市价约8万到9万令吉 代理员要求市主先付清一切费用 包括买车及手续费共34,160令吉 市主不宜语诈 在9月23号及24号依照指示 线上转账5次到对方指定的一家银行户头 市主付款后要求代理员开出单据 但对方没有交出单据 但承诺会在25号将车子交给市主 可是截至昨天市主没有见到那名代理员交出车子 也没有把钱退还给他 市主怀疑自己受骗 昨天向警方报案要求转开调查 以上就是今天的重点新闻 祝您晚安 我们再会 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